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黑暗版的小出佩奇啊 黑暗版的小出佩奇 然后的话 它这个一楼的话是被封锁住的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二楼上来 二楼的话要从这个小破车翻上去 像这种的话 对于我这个身手敏捷的这个亚瑟来说的话 非常容易啊 我们通过这个现在门口 拿这个外眼镜先看一下 因为它非常的恐怖啊 所以我们得先给它一个足够的这个 给它请示一下 包括就像那个鸡鸣布摸金一样对吧 咱们也是有这个信仰的 OK我们进去 这有封信啊 然后这个还有桌子可以搜刮一下 先把这个信看一下 哦这个信的话就是它的设计图纸啊 它这个整个设计的概念和理念也在里面啊 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再把它也 通过这个材料收集 可以把它一个组装出来啊 它现在的话就需要一个雷电 劈一下就行了 只要拿雷电一劈 它立马可以复活 然后整个地图的话就踏不敌了 这是它的一些分辨图纸 然后包括鹰的翅膀之类的 我们把这个都收集起来 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材料 自己组装一个 非常的酷炫 到时候我整个地图就无敌了 雄心对吧 雄心 它的心脏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简单用这个画一下 画一下 因为我这个画画的话也是非常有基础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画下后 到时候自己组装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 这算是一个变异生物啊 变异生物 还有一封信 检查一下 应该也是它的那个需要的材料 头颅啊 野猪 野猪 野蛮人 哦 它是头颅是不是 它里面的头颅是 是人的头颅 但是外表 外表的话是猪的 那个外表 我们那个近距离来观察一下吧 第一视角观察一下 非常蠢萌啊 其实 可以从它这个小爪子看出来 小爪子 这个狼爪 还有这个下面的爪子 没有太辨认出来 下面的脚的话应该是熊掌 然后鹰翅膀 我靠 如果算上翅膀的话 肯定有八个手啊 八个手 跟蜘蛛一样 一只猪 一只猪 对就是本身 它本身就是小蜘蛛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把它简单的超度一下吧 希望它的话 就是下半辈子 不是下半辈子 下来半生的话 来生能够 做一个安安生的猪啊 不要这么 给人折腾 好了 一把火 然后贴下超度一下 我靠 腿都烧干了呀 好恐怖啊 好恐怖 然后的话 我们走吧 我们就是 但是它好像上半是没有烧完啊 我现在好像翻不出去 我腿切换一下 我腿切换成一个用手 才能翻出去 好 我们出去 然后再给它一把火吧 把这个整个房子 包括这个上半是给它烧了 非常恐怖 然后希望的话 就是它不要再这么受苦了 对吧 我去 不是 我靠 我扔进了 我扔到窗台上了 哎呀 我靠这鞋剪好快啊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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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死了 我扔到窗台上了 大家